一波波海浪打上堤防 而且越来越高 海巡人员忙着巡视疏散民众 台东复岗渔港 随着中台灿树步步逼近 暴风圈碰触陆地 对台湾已经造成威胁 灿树台风风雨的结构扎实 而且集中在整个暴风圈环流之内 所以未来在台风中心行经的附近 朋友特别注意 灿树总雨量预估 以花东平地上看500毫米 山区更达到200到700毫米 已经是超大毫雨以上等级 北北基24小时 预估平地500毫米 山区预估恐达600毫米 陶竹苗山区也可能有超大毫雨的等级 另外西半部同样有局部大雨或毫雨 风力预估蓝雨平均风力达9到10级 瞬间阵风更可能到14级 恒春半岛平均风力6到7级 瞬间阵风达10级强度 另外花莲台东平均风力也有6到7级 风墙雨大感受明显 东半部风雨预估都可能达到 放台风价的标准 会放价除了风力 平均风7级震风10级 还有各地的降雨情况以外 还要看看这些天候因素 在当地客观的交通水电 这些条件 目前我们预估其实 它这样移动的话 当然离得最近的还是东半部地区 周六暴风圈出路 北部东部风雨增强 到了周日北部东部风雨持续 连中南部都有感要等到周一 台风远离 天气才会逐渐喉转 周日一整天影响最剧烈 强风好雨不可掉以清晰 下一首人战转转离一听头道 台风天 蓝雨居民从家里望出去 看到对面加油站被水包围 真的不夸张 夹杂泥沙的雨水不断 漫到马路上来 变成黄泉沉一片 台风步步进逼 蓝雨马路变成河道 大牌里供滚泥水不断往 低洼处重刷 镜头拉远一点 周边寝食是农天 这里是蓝雨的红头野溪 参数台风带来惊人雨势 导致溪水暴涨 有游客刚好到蓝雨旅游 却碰上台风哪里也去不了 只好穿着雨衣以及带蛙镜 岸边看海 很荣幸第一次蓝渠遇到 六年来最强的台风 对对对 浪很大 浪很大 浪很刺激 觉得自己很渺小 台风风风圈逐渐影响 离岛蓝雨 连平常没有水的边波 都出现了临时瀑布 岛上的椰子树被吹到东岛西歪 旗子也被吹到歪歪斜斜 风慢慢增强中 目前所看到的是 蓝雨 红头春 海边兴起淘天巨浪 气候局预估可能会出现 九米的长浪 等同于三层楼高 11号下午已经在蓝雨 观测到12级的瞬间震风 台东地区这边已经出现了长浪了 尤其是从傍晚开始 风势与势都更加的明显 特别是在台东地区入夜之后 有可能出现实际震风 越晚风雨越大 不只离岛民众警戒 以花洞也得注意强风奏雨 三星王浩元许惠美 台东怎么了